好 來看到徐曉星連續好幾篇的暴露 現在他的臉書慘遭禁言 那麼臉書的粉絲專業無良公安公司 因為發文指控台北市員徐曉星 疑似是簽署了同一派狗仔 跟派市長候選人陳時中的文件 就徐曉星非常不滿說是偽造簽名抹黑 直接報警 還曝光了對方的網軍群組 不過看到就在昨天 徐曉星的臉書正好疑似也被檢舉被禁言了 他就說民進黨的側翼慣用手法 就是人海戰術進行大量的檢舉 也幸好他早就樂到這一天 好 所以被限制賬號之後 其實他說他有備用的賬號可以來發聲 那麼現在網友就說 塔綠班 奧伯連發真的沒招了 是不是這麼努力是因為檢舉也很怕嗎 這個側翼很擔心嗎 還有說巧心連備用賬號都準備好了 現在就連自己人 好 看到這位是臺北市員王世堅 他就說了網軍完全沒人格 他呼籲藍綠白都應該杜絕 同時他也支持許巧心對此來提告 那麼現在呢 杜成哲醫師他也在許巧心的提告名單當中 不過他大嗆酸民說 不要以為我好欺負 還跟網友對賭10萬塊錢 除了許巧心之外 看到呢村長山江村 他的臉書證號現在也被受到限制 他就直呼到底是幹嘛了 我被禁言的那一篇文章呢 是就是因為在那個群組裡面 就是這個側翼群組裡面 有兩個民進黨的候選人 其實他們也在裡面 然後呢就是這個桃園的黃瓊會 跟新北市的這個陳乃瑜 他們兩個都在這個群組裡面 可是後來呢被媒體問到的時候 一個說沒空很忙行程很忙 一個說呢這個群組是被別人拉進來的 很少看早就已經退出了 但是呢在群組裡面呢 我先前很很久以前 就有截圖一張是他們跟科學先生的 現實生活中的合照 然後PO在裡面 而且事實上他們也都會透過這個群組 去宣傳他們自己的活動 所以有事靠群組 然後呢出事的時候就切割 這就是民進黨現在我們看到的 他們對待他們側翼的方式 結果這篇文章出來之後呢 應該是受到了大量的檢舉 所以我的本帳就被禁言了 但其實我在半年前就想過這個問題 因為我打的議題其實都還蠻兇的 所以我就想說 側翼他們最喜歡檢舉別人 所以如果我被檢舉到沒有辦法發生怎麼辦 所以我在半年前的時候呢 我就買了一支新的手機 配一個新的門號 做了一個新的小帳 就是完全獨立的一個個體 平常都放在那邊備用 但是呢備而不用 但是呢他同時也是我臉書的管理員 所以一出事之後 我還是可以把這件事情告訴大家 然後我的想法還是可以PO出來 所以我是跟大家講說 其實民進黨他們這一些所謂的側翼 他們就最喜歡檢舉別人 然後因為他們人蠻多的 然後帳號蠻多的 所以瘋狂檢舉的結果就會變成這樣 你看到神景事件呢 台北市議員洪漢廷也分析了 說網軍這種東西 過去其實都是偷偷摸摸見不得光 不過現在一個比一個還要高調 他認為說 自以為當政黨打手這是很光榮的事情 為什麼會這麼囂張呢 恐怕就是背後的主子在經濟 還有資源上的力挺 我們看到這些匿名的粉絲專頁 匿名的側翼 過去來已經是越來越囂張 通常的粉絲專頁幹嘛 都是見不得人的 不能貪在陽光下的 都要偷偷摸摸的 結果這些人呢 在民進黨的支持底下 民進黨的名代 包含立委 可以公然的跟他們搞直播啊 對吧 比如說家暴高嘉瑜的那個人 人叫什麼名字 林秉書 對叫林秉書 可以公然的跟他搞直播 然後呢也可以有各種的合作 然後也有線下的這些聚會 所以是政治人物 帶頭幹嘛 要去給他們支持 給他們鼓勵 才放縱他們 才有不景的聚會 而且還可以大膽的拍照 拍照完了之後呢 還不避諱的 就在自己的臉書上坦承說 我就是某某粉專 那我找了誰誰誰某某粉專 完全不怕人抓 為什麼 肆無忌憚 就因為背後有組織力挺 為什麼狗會如此囂張 因為背後有隻更大的惡狗 好 絕對不是主人 因為這一群呢 都沒有資格稱作人 我們看到他們所貼出來的 這一些所謂公事 就是說 金台我們今天要去出征誰啦 對吧 我們要去丟石頭啦 他們自以為在幹著很光榮 或者是至高無上的事情 但其實幹的就是最下流 最龐龊 以及最不道德的事情 到底這些人 他們是平常都不務正業嗎 都沒事幹嗎 或者當我們看到有醫生啦 但背後到底有沒有金錢的支柱 這才是重要 到底這些人是我們吃了多少 台灣人的納稅錢 或者民進黨到底又是誰 然後呢 吩咐下去 然後要去做這些串聯 這些絕對不會是平常沒事幹的一個 平常的網路使用者 能夠做到一聲令下全體出動 而且呢不僅是簡單的寫文 而且還要成立粉專 然後呢 你還要有多重的帳號 甚至呢 你還要做圖 這個如果不是上班的話 沒有人這麼閒啦 臉書粉絲專業無良公安公司 發文指控台北市議員徐曉欣 疑似簽署了同一派狗仔 跟拍市長候選陳時中的文件 就在徐曉欣提告之後 卻被陳時中說不要再自導自演 徐曉欣就說帳號功能受到限制截圖 都已經發出來給大家看了 他要問問 難不成就連臉書創辦人 都配合他演戲嗎 陳時中他被問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竟然說叫他不要再演戲了 意思是說我這個 所謂的被禁言是演戲 幫幫忙好不好 我都已經把我的截圖PO給你看了 這是我的帳號 您的帳號目前受到多項限制 這個就是被禁言的鐵證嘛 那請問要怎麼演 難道你覺得馬克的祖克博 臉書的創辦人 要配合我一起演戲嗎 這會不會太瞎了 所以他一直不願意去提告無良公關 然後一直想要淡化這些議題的處理 讓大家覺得是不是此地無盈三百兩 自己心裡有鬼 是不是阿中禁辦真的有跟無良公關 討論過相關黑函的一些事件的處理方式 我覺得陳時中的競選辦公室 還是沒有說清楚 所以你會看到陳時中他很奇怪 他過去告網友 甚至連他的熔爐的被二創 他自己的這個 這個廁所宣傳片嘛 很像偷窺一樣 然後跟熔爐兩個這樣合在一起的 這個二創 他都要去提告 他還曾經提告過什麼 人家說他什麼無恥甜美幹嘛 他也去人家提告 你自己在提告別人的時候 你就是社會伸張公平正義 別人在追究 這個很嚴重耶 這是選舉期間的黑函 偽造文書 意圖使人不當選耶 我們要追究真相 你竟然告訴我們說 回歸正面選舉 其實陳時中也被這個無良公關 影響選舉不是嗎 他在群組裡面說是 阿中禁辦跟他討論的 如果無良公關是說謊的 是亂講的 是他自己在製導自演 那阿中禁辦第一個跳出來 告他意圖使人不當選啊 所以我們藍綠一起告 剛剛好而已嘛 結果你看到的是 陳時中整個陣營 全部都是冷處理 不敢處理 這就讓大家開始去思考說 是不是因為這個無良公關 認識阿中禁辦裡面的焦糖 所以後面才有一系列 這樣子的事情發生 那沒關係 我們到法院裡面講 坐等法院認證 他是澎湖浮澎喜來真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